我們剛剛講到木質部的重點 有沒有 木質部是水分還有眼淚 那簡單來講就是運無機物 對不對 那這皮部呢 就是幫忙運有機的養分 所以我們一般說 木質部運的是水分跟眼淚 這皮部運的是養分 那它的養分指的是什麼 是有機的養分 所以它運的是什麼 運的是養分 請注意啊這個養分指的是有機的養分 因為我們對植物來說 養分這個詞我們會用在兩個場合 有一個場合是根會吸收養分 可是根吸收的養分是無機的養分 就是眼淚的鼻子 那這皮部會運出養分 這皮部運出的養分是有機的養分 簡單來講就是植物情況的作用之後 然後把骨押糖轉變成蔗糖 所以其實這皮部裡面運的主要是蔗糖 蔗糖水容易 不可能是乾乾的 所以其實雖然說它運的是養分 但是它當然也會融在水缸中 所以也是會有水 但是我們眉心不會強調 我們會強調水跟眼淚主要是木質部在運出 那在皮部這邊呢 我們要再運出養分 然後另外有很大的重點 相較於那一道 就是我們可能要用營養原則 其實只有我們可以強 那它是火系棒 相較於木質部都是死系棒 任皮部是火系棒 任皮部是火系棒 那它其實它在運輸的時候 跟主動運輸要打養分冠軍機 會抽出來有關係 死系棒沒辦法做到 所以它是火系棒 那當然我們如果要就 細胞類型來看的話 木質部這邊都是後臂系棒 是死系棒 但女部這邊是火臂系棒 細胞壁比較多的細胞 就是火臂系棒 然後它是火系棒 然後它又可以分成什麼 它其實又可以包含這個半細胞 還有篩管細胞 那主要運輸是在篩管內 在篩管內 就是它當然主要是這堂水溶液 那當然有些其他有機養分 也會溶於其中 所以它是篩管 那我們剛剛講的它是火系棒 對不對 可是它很特別的是 篩管氏就擦掉了 那對篩管來說的話 它是主要進行運輸的地方 它是主要進行運輸的地方 然後它沒有核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如果有細胞核 搞不好就會篩出 會妨礙運輸 所以其實篩管細胞還蠻妙的 它是實際運輸 實際進行運輸 是在篩管細胞 人家搬細胞就不是 它是寫住 東西不是在搬細胞裡面主要會運輸 所以篩管細胞它是實際運輸 然後另外的話呢 它沒有核 非常重要 它既然沒有核還沒死 它既然沒有核還沒死 所以也是厲害的家伙對不對 好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半細胞 它就會在旁邊陪著篩管細胞 會有半細胞 會有半細胞 然後半細胞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協助 所以我們講到那些東西主要是在篩管裡面運輸 而不是在半細胞裡面運輸 那半細胞它有核 它會幫忙除了自己的之外 它會幫忙調控 它會幫忙調控篩管的勝利技能 所以兩個感情非常好 因此有人才會說 他們幾乎形成了生命功能 所以有人會把它 創一個詞 叫做篩管半細胞 然後叫做複合體 就他們兩個感覺是兩個細胞 然後有一點殼而為一 然後又有它的細胞核來管控這個 就看起來很像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呢 在它這個細胞旁邊 這就會有 半細胞 就強調它比較小 然後旁邊會有細胞核 就會有半細胞 就會有半細胞在旁邊 就會有半細胞在旁邊 然後會有半細胞在旁邊 可以幹它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們就會講到 它其實呢 這個細胞壁上下之間 細胞上下相接之處 它的細胞壁還在 那那個還在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篩板 也就是上下上接的細胞壁 然後呢 它這個東西還在 它東西要醃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它上面會有洞 上面會有洞 那上面這個洞叫做篩孔 所以上下之間的細胞壁叫做篩板 然後篩板上面的洞叫做篩孔 它會有洞 然後跟次性未來的洞 然後就在洞